好 同学们我们来继续复习来看第六讲指数问题 指数问题和第一讲方针问题非常像 依然是公式比较多 情况比较多吧 指数有这么四种情况的指数 第一种呢叫做两端都指数 那么数的科数应该等于段数加1 第二种呢是两端都不重数 所以呢 科数应该等于段数减1 第三种是只有一端重数 那么科数应该等于段数 那最后一种呢是在封闭曲线 比如说在一个水池的周围重数 那么就是科数等于段数的 那么和讲第一讲方针是一样的 如果公式多的时候 你忘记了或者模糊不清了怎么办 自己给自己举例吧 而且老师教大家 你可以伸出你的手指头来看一看 对不对 两端都指数就直接这样手指头 那么一端指数就伸进去一个手指头 对吧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那么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猜哦 好了 那么指数问题呢 考察的重点一般呢 它可能不会考你指数 它可能会考你一些指数问题的变形 对吧 比如上课老师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锯木头 比如说爬楼梯吧 那么遇到这种类似的题 同学们一定要分清楚 它到底是两端指呢 还是一端指还是两端都不指 那么你在用具体公式的时候才不会出错 好了 这是第六讲 我们来看第七讲 第七讲学习了几何图形的认知 那么在这一讲中呢 咱们学习的主要是立体几何的一些常见考点 主要有三种提醒 第一种染色问题 对吧 第二种叫做透视问题 透视问题呢 教给同学们一种右手法则 然后还有种叫做三式图法 那么这三种问题是咱们在中年级 甚至将来到了高年级的 我们在立体几何中的一个标准的考点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清楚 我们来看一道具体考题 第一 第一年的索美碑的第十题 有一个长方体的木块 外表它们涂上了红色之后呢 再把它切成了一个18个小正方形 就这样切 能明白吧 好 现在问切好之后呢 一面涂红色的有几个 两面涂红色的有几个 三面涂红色的有几个吧 所以看到这道题很明显 它是一个染色问题吧 那么想一想染色问题的公式 以及它的口诀 哪些部位的是一面染色 叫做面中央 对吧 哪些部位的是两面染色 叫做棱中央 对吧 哪些部位的是三面染色 是在脚上吧 好 首先先解决一下 面中央有几个 首先 前面这个面有没有面中央 没有 没有 对吧 那后面也没有面中央了吧 你会发现左右也没有面中央吧 那只有什么地方有面中央 上面和下面吧 那上面有一个 那下面也应该是一个吧 所以一面染色有几个 有两块吧 对不对 注意这道题呢 可能上课讲的题有点变化 上课讲的这道题 它每个面都有面中央吧 但注意这道题只有上下两个面有面中央 同样来看两面染色的应该在人中央 这条线有没有人中央 有 有一个 对吧 那么这条线也有一个吧 对不对 那数一数 一个 后面一个 两个吧 左边一个 三个 四个 那上面层是四个 那上面层也应该是 四个 四个 所以一共是几个 八个 八个 对不对 那么哪条线上没有人中央呢 应该是数的线吧 对不对 数的线只有两个角 中间没了吧 好继续 那么三面图红色的应该是在脚上吧 脚上几个角 那很明显 前面一二三四 对吧 后面应该是一二三四 所以一共几个角 八个 八个角 对不对 而且你给你检验一下 题目中说一共是十八块吧 你加一加是不是十八块 八加八 十六 十六加二 十八 十八块 没有任何问题吧 那么这道题为什么老师单独拿出来给大家讲一讲 就因为在这道题中 它并不是每一个面 每一个冷 都是满足老师上个总结的吧 所以如果在考试的时候遇到这种题 你一定要随机应变 现在比方说老师上个讲了 一定会有 你在那边纠结 对吧 有的时候会怎么样 没有 好了 我们这道题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稍微休息会 对吧 对啊 filing 牵